海棠却安排马车 片刻折回来 说已经安排妥当 顾景芝点头 到了里屋 换了身平常衣裳 藕合色蹄花被子 月白色云纹棕裙 非常肃紧 木叶会梳头 给顾景芝瓦了个低计 他拿了八宝醋猪飞燕簪 要插在顾景芝的记上 顾景芝在镜子里看到了 蒙说 换两朵珠花 木叶第一次给顾景芝梳头 就被顾景芝说 表情顿时忐忑不安 他连忙将飞燕簪放下 拿了两朵珠花 簪在了发际上 顾景芝露出笑容 装扮一番 他起身 秋雨瞧见他这般打扮 首饰更是低调 就知道顾景芝不喜欢华丽的 他忙将手里的双梁金线 绣盘痴纹鞋子 换成了普通的双梁鞋 海棠姐姐 你知道我和王爷的规矩 秋雨和木叶财富是我们 有些事不深清楚 你仔细说给他们听 顾景芝对海棠道 然后 喊了个小丫鬟 出门去了 他不带海棠 海棠值得送顾景芝到院门口 片刻 那个跟着顾景芝的小丫鬟 也回来了 海棠问他 你不是跟着王妃吗 小丫鬟恭敬道 王妃自己上了车 就奴婢回来 顾景芝一个丫鬟也没带 海棠心里起了疑 却想到 夫人是不放心这边府里的人 特意把自己调过来坐镇的 他要是先有了怀疑 旁人更会 海棠立马装作很平静的样子 让那个小丫鬟下去 宋帕尔在胡家用了午膳 下午深出就回了家 他笑眯眯的 心情很好 少妖和傲夫 母亲在跟前服侍 宋帕尔问傲夫 王妃呢 回来那边府里 傲夫道 去请来 宋帕尔吩咐 傲夫转世去了 没过两盏茶的功夫 傲夫回来说 王妃不在府里 海棠姐姐说 王妃出门了 已经有一会儿 王妃说 有句话告诉夫人 追着去了胡家 宋帕尔错眉 在想顾锦芝 有什么话 需要追到胡家去说呢 定是路上错过了 宋帕尔点点头 没再说什么 顾锦芝 直到傍晚才回来 好 胡姐说了会儿话 回来迟了 顾锦芝 主动解释 又问宋帕尔 王妃回来了不曾 宋帕尔才想到 朱仲军没回来 也该回来了 宋帕尔道 好了个小丫鬟 让他去二门吩咐一声 若是王妃回来 告诉里头一声 正说着 朱仲军阔步走了进来 朱仲军进来 打断了宋帕尔的思路 他都忘了问顾锦芝 追去胡家 说什么话 他笑着 给宋帕尔行礼 好久没有出宫 逛着逛着 就忘了时辰 宋帕尔笑道 也不算晚 他没有多说什么 顾炎之和宣哥 也进来吃晚膳 宋帕尔又叫丫鬟 去把小时和小时一 带过来 顾锦芝和朱仲军 自然留在这边 用了晚膳 饭碧 大家坐下吃啥 顾锦芝问宋帕尔 胡太太怎么说的 他一听我是去说没的 就拉着不让我走 非要留我吃饭 吴善特意去天香坊 叫了菜 宋帕尔笑起来 我说是招哥 胡太太更是喜欢 胡姐也派了丫鬟来打听 吃午饭的时候 胡姐出来陪 脸红红的 我瞧着 他喜欢得紧呢 胡姐一直 忠意宋炎章 顾锦芝想起 在盐陵府的时候 不禁玩耳 没想到 一说就中啊 宋帕尔又道 顾炎真听得 有点明白了 插嘴问道 替昭哥说胡家的丫头 宋帕尔点头 又指了顾锦芝 锦芝的主意 我觉得甚好 就去说了 胡太太很忠意呢 顾炎真便叹了口气 哎 胡家两个孩子 一个没成 也够糟心的 今年春上 胡泽玉的儿子 又没有考中秀才 他上了场 卸肚子 弄得考院 臭不可闻呢 被赶了出来 前几年考的时候 他发烧 烧得浑浑噩噩 宋帕尔等人 错愕 一次两次都这样 是他没有这运气 命里注定 不该走读书 入室这条路 这话和顾炎真的想法 不谋而合 顾炎真笑的 我私下里 也这样觉得呀 不好在胡泽玉 面前带出来 孩子总这样 也许是得罪了 哪路神仙 胡泽玉的儿子 既灵又聪明 不必非读书 捐个前程 都外头历练几年 只怕将来更有出息 胡泽玉的意思呢 宋帕尔问 他仍觉得孩子年轻 再考几年试试 顾炎真的 那孩子都二十了 两个秀才也不是 说亲就没什么底气 不作寒门 胡泽玉又嫌弃人家门底太低 三英士族又看不上他们家 正是犯愁啊 他家丫头 他却没怎么说过 如今你一说 那丫头跟锦锦 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也不小了 当然不小了 宋帕尔答 胡杰生的咽 胡太太眼睛 搁在头顶上 若是胡杰十四五岁 胡太太能这么痛快 一口硬撑 我瞧着胡杰的意思 当年在严陵府 不说杰亲的话 就是盼着回金 学满好亲事 不是王公贵宙 也是望族侯门 哪里知道 当无至今 顾炎针瞧着宋帕尔这意思 是要抱怨胡太太几句 明明是好事 非要添了抱怨 就不美了 顾炎针忙打岔 你帮着说妥了这件事 招哥中了进士 又娶了娇妻 严陵府那边 又给你封个大红包才是啊 宋帕尔淡淡地笑了笑 没有接话 只是看了眼顾锦之 她并非为了宋颜昭 或者胡杰 才去说这桩婚事的 她是因为顾锦之那几句话 严陵府那边的宋大太太 也是个难说话的 她儿子年纪轻轻 中了进士 宋大太太 未必就愿意 要胡杰做儿媳妇 宋帕尔有点担心 宋大太太说她的不是 当然 这门亲事既门当户队 又狼才女貌 是挑不出错的 胡杰那姑娘 并非十全十美 却也可圈可点 是个不错的儿媳妇 宋大老爷有件事 他应该会感激宋帕尔 宋帕尔想到这里 就有了底气 他应该全力促成这门亲事 宋帕尔不接话 话题就有点冷 时辰也不早了 顾景之和朱仲军起身告辞 顾景之趁机对母亲道 明日出去拜访拜访 我大婚的时候 我大婚的时候经常好些人家给我行李磕头了 如今也该当门去坐坐 宋帕尔点头 他没什么好名声 所以在京里也没什么朋友 宋帕尔希望女儿能多结交些朋友 况且顾景之去拜访众人 也是礼数 去吧 宋帕尔道 晚上回来用膳吗 顾景之说好 他和朱仲军就回了王府别馆 观摩一番 两人躺下 他问朱仲军 这么晚回来 出去做什么了 朱仲军沉默了一下 道 有点事 你呢 今天出门了吗 顾景之也道 出去了 办了点事 然后两人都翻身 背对背睡着 顾景之很快就入了梦乡 呼吸均匀 朱仲军却很久才睡着 次日一大清早 顾景之和朱仲军用了衬衫 又去了顾宅 顾景之给宋帕尔和顾延珍请安 顺便说了今日出门的计划 准备去江家 给明慧大长公主请安 然后去趟安定大长公主府 明日再去庆都大长公主府 和广平大长公主府 这四位大长公主 都是朱仲军的姑姑 松帕尔点点头 让他快去 顾景之就和朱仲军 一道出了门 朱仲军带着卫士 陈鼎文和石仓 顾景之带着司机 挤两名护卫 马车往不同的方向 朱仲军没说他去哪里 只说晚上会回来 顾景之就没有多问 他先去了江家 拜见了明慧大长公主 明慧公主气色很好 袁平侯得胜的消息 早已传了回来 江家这些日子都在粉墙 准备迎接 袁平侯父子凯旋 和明慧大长公主 说了会儿话 江夫人 江西 和江家的其他女眷 在一旁陪着 却不停有下人 进来秉试 顾景之知道他们忙 起身告辞 江夫人挽留他 王妃去新姐那边坐坐 过几日 侯爷父子就要回朝 我们府上杂事多 招待不周 失礼了 江心也道 走 顾景之 我有好东西给你看 江夫人就瞪江心 打断了她的话 没大没小的 明慧大长公主 呵呵笑 插话道 孩子们自己的事 咱们别跟着参合 王妃和新姐要好 他们怎么称呼 随他们的意吧 江夫人忙到事 顾景之一直含笑 他跟着江心 出了江家正院 顾景之 挽了江心的手 低声道 我今日还有事 好些人家没有办法 改日再来看你 等我定和大哥 二哥凯旋 五门献服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看 江心的 语气里非常骄傲 顾景之 答应了 从江家出来 他又去了 安定大长公主府 顾景之 和安定大长公主府 部署 初次登门 也没什么话说 安定公主 挽留顾景之 用午膳 顾景之 借口推辞了 从安定大长公主府出来 顾景之 坐回了马车 问时间的 现在去刘家庄 下午能赶回来吗 时间驾车 他想了想的 姑娘 现在才四正三刻 若没有意外 时间是充裕的 从西门 到刘家庄 最多半个时辰的路程 晓得去了很多次呢 顾景之 点点头 到 去刘家庄 他坐回了车里 跟着顾景之的两位护卫 见马车 往城外走 就追了上来 问时间 王妃这是去哪里 属下二人 好有准备啊 去庄子上 时间回答 很近的 咱们快去快回 辛苦二位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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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